肉排的感覺蠻厲害的 就是 而且蠻香的欸 我覺得胖的比較好吃欸 真的喔 看看 因為就沒有那麼鹹了 大家好 我是Dana 我是Yuna 我們今天呢 要做的就是無印良品的零食開箱 我每一次去無印良品 好像都是買禮啊 跟筆記本 國高中超級流行無印良品的筆 重點是那個筆上面那個標籤不能採下來 一採下來就是 還有它的鉛筆盒 我突然想到 它的鉛筆盒 它鉛筆盒超流行的啊 你沒有流行過嗎 為什麼都沒有被流行到的 然後我們今天呢 買了它的零食 我們原本都覺得好像很貴 但今天一共才發現 其實有些東西價格其實不高 所以我們就買了最近的新品 跟一些店員推薦的 經典長青商品 推薦給大家 好 那我們就先從新品開始 紫薯脆片 我很喜歡吃這種東西耶 它就是甜甜的 可是我覺得它比較便宜一點 光臉牙 就是地方脆片 像這樣格上台也是偏貴一點 因為我之前會買電腦特別是買那種 可是可能怕在台北不知道去哪買的時候 可以去 無印良品 3 2 1 7分 啊你6分 嗯 就對於那種脆片來說 價格有點糟糕一點 再來吃這個好了 煎燒餅乾 然後是番茄口味 是新出的 然後店員自己說 他覺得很好吃 一碗 我還有再吃一大力麵 對 它的洋蔥味很濃耶 洋蔥跟黑胡椒味 嗯 所以店員才說他有一點的辣辣 是因為黑胡椒 嗯 有一種走進義大利麵餐廳的感覺 3 2 1 8分 這真的很好吃 等一下 它分量蠻多的 嗯 就是不是那種買空氣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 換味道我覺得 很高級耶 無印良品他們的零食 我剛剛上網查了 他們主打就是讓你在 平價中吃到高級感 嗯 我覺得這個有符合到它的精緻 它就是有一種 我覺得很自稱義大利的感覺 雖然它一直都有出麵花糖 可是這次是出的 優格口味 感覺喜歡優格的人可以買 滿清爽的 不會很甜 嗯 喔 兩顆多 兩顆多夾在麵花糖裡面的味道 嗯 因為 而且我覺得 49塊買到菜我會開心耶 比起很多在7分買的食物 3 2 1 甜 欸為什麼給它這麼高 因為我覺得 它不會太甜 而且一陣子吃的零食都太甜 我不是一個那種 愛吃麵花糖的 喔 所以有什麼小小扣麵 但我覺得它在麵花糖裡面 就算是麵的很好的 OK 接下來是 霸式巧克一錦乾 它裡面有1 2 3 4 5 6 有12格 店的時候很好吃 他說有點苦苦的 好那我們就來驗證看看 小顆一個苦味油 嗯 然後餅乾也很脆 嗯 但我覺得它少了一股奶油味 我公平一下那種奶油香味 嗯 3 2 1 6分 就是幾格邊緣 我只會說出好吃這樣子 對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 是這個好的 經典款 店員說 一直都非常熱銷的無印良品吃 對 這也是 米果 米果很難做出不好吃 或是好吃的差別吧 不過它 39塊而已 喔 還算便宜 很大包欸 真的可以看 米果大概是怎樣 對 最好吃的米果 最好吃的米果 有 小時候米果吃 我也是吃這個味道 那來平分吧 好 3 2 1 6.5分 6.5分 為什麼它會變彈性啊 可以吧 不覺得CP高 嗯 好吧 接下來呢我們要吃的是 國運良品即時迷你拉麵韓式泡菜口味 店員是跟我們推雞汁跟韓式泡菜 49塊 有4塊 對 它可以有兩堆的 兩大用途 就是它可以泡到水裡面 對 就當作泡麵汁 或是當零食 怎麼樣 怎麼樣 它的泡的菜味呢 是淡淡的那種 但是 你知道後面會有一點辣辣的味道 後台的感覺蠻厲害的 就是 對啊 而且還蠻香的耶 我覺得泡的比較好吃耶 真的好吃 喝喝看 因為就沒有那麼鹹 它就是泡麵 它很適合 加蛋啊 加什麼 青菜在裡面 3 2 1 7.5分 喔我覺得我下次去國運良品 絕對會帶這一包 好 1 2 1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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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